刚刚所展示的三款机型 就是当今最具代表性的旗舰饥荒 当然影像方面大家也有目共睹 iPhone 15PM依旧保持了高成像高素质的标准 配置方面采用的是三摄组合 48观像是主摄像头 1200万长角和广角微幅 画面的整体非常清晰 还原度高 呈现出来的肤色也是更加的粉嫩 而且整个妆感更加的通透细腻 当然15PM的出现 我更认为更像是摄影爱好者的一个福音 认为操作更加便捷的三段式的人像 以及方便创作者后期的RAW格式 当然其他方面也是属于一个BOSE级别的 大则是A17 Pro的处理器 性能是这几款当中最强的 再加上高刷新率和灵动脑加持 过度动画非常滋滑 而且这一代的边框升级的太金属的一个材质 在手感和重量上得到了优化 长时间的手持拍摄也不怕手酸了 如果说你对于拍照有高要求 或者本身就是从事自媒体行业的 那么15PM本身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目前像是这种256G量级层次的 咱们家报价55张左右 512G版本更是只要59张 就可以入手一台 感兴趣的可以先点赞关注一下